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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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本身就是科技大学的创校教授 在1990年我就参加科技大学 我现在我在科技大学工作了16年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大学能够重复到有 做了第一部 在香港办成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大学 现在第二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扮演一个国际上第一个垮学科形式的研究型大学 他在广州办的东西都是香港没有的 香港应有的不会重复去广州办 这个是他的理想 这样我觉得两地都有各自的优势 这样来说是最好的 那咱们继续再聊一下关于生态方面的一些发展 那么习主席说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那么十年间碳达峰碳中和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布局 特别是在福建 十年来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30.8% 2021年城市空气品质优良天数比例达到了99.2% 12条主要的流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了97.3%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黄教授您是这个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室的这个顾问 那您能不能谈一谈咱们福建或者是民港两地之间在生态交流合作发展之上面的一些进度呢 提到这个课题的我是很兴奋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福建人 我对我们福建在这个生态保护在环境科学的创新跟研究感到非常骄傲的 你刚才说了说习主席说这个青山绿水啊就是金山银山 我觉得最早可能是在福建应育的我的个人想法 因为当年习主席呢在2000年来就是在福建当省长 当时他就有这个理念 福建是在2014年呢就实现了这个自然生态的示范区 取得很大的成功 我知道我们福建呢现在不是说用一般的金钱的GDP来衡量你的成绩 而是用一个叫绿色GDP 什么叫绿色GDP呢 是用这个水值水量 用这个空气质量 用这个排污的程度 用这种理念这种数字呢来作为一个GDP的衡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先进已经有三十几个区是这样做法的 另外我觉得福建省呢他做得很好他有四点我很欣赏的理念 第一点呢就是绿色的管控 他用这个绿色的宏观的上层建筑啊来规划整个环境的管理跟控制啊 射出底线不能超过底线 第二个呢就是绿色的生产绿色的产业 把我们现在的石油啊化工啊 各方面一些厌恶性产业呢规范起来 要从事清洁生产啊 无害生产 第三个呢是绿色的屏障 就在我们福建省建立屏障 比如说我们这个513的保护区 然后保护我们福建省的多样性 保护我们福建省的水质泥土 第四个呢就是绿色的生活 那很重要 就希望我们这个人民啊 我们福建人民都学习去过低碳的生活 把我们生活日常的事情呢 尽量要求符合这个绿色环境保护的这种理念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绿色呢 这个是很有成绩 那怪不得我们福建省呢 在整个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方面呢 是取得非常令人可喜的成绩 那您觉得香港如果说在生态保护这一方面 有什么地方可以向福建去学习 我想他们提出这几点 很多都值得香港去学习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香港的绿色生活做好一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比较严重的 固体废物的处理啊 垃圾的处理还不是很理想 很简单我们这个垃圾的收费啊 这种说法说了几年了 十几年还没有做成 所以这种要加速这个这个力度呢 把这种环境保护 因为环境保护是大家的事情 那我们都知道 黄教授是环境生物科技 以及植物生化学 及红树林保育资源利用方面的专家 那么此前您和广州 以及这个福建省的20多位的 优秀科学家合作 对于香港红树林生态系统呢 进行了一个长期的研究 成为了该领域项目的专家 那么您可以谈谈就是在这方面 民港两地有什么样的合作在未来可以 这个也是我们香港跟福建很相似的地方 因为我们福建呢 在这个九龙江漳州一带呢 就有很多红树林这个生态系统 我们香港也有 我们香港在米铺啊 还有其他的小的地方也有 因此我们在20几年前呢 就开始跟这个厦门 还有跟我们福建 漳州的地方呢 有很多学术上的合作 特别是厦门大学呢 有很多教授跟研究生 都到过我的实验室来工作啊 也是进行很多合作 另外我们也经常到 我也经常到夏大 到福建一带去 从事一些考察 从事一些实验的工作 所以这方面呢 我们是取得不少的成就 而且这个红树林这个生态系统呢 是光好是这个广东 我们这一带 还有福建 厦门大学附近那一带是有的 所以是有特殊的一种关系 另外呢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在深圳也成立一个 一个福田的红树林中心 那么3D的学者呢 在这里经常有国际会议啊 有交流啊 也培养了不少人才 现在我们每年开这个大会的 都有100人 100多人参加 红树林本来是很多的 后来因为我们香港发展了 所以也破坏了不少 那破坏之后呢 我们也要赔偿 再重新种植 比如说你有听说过一个叫做香港湿地公园 湿地公园就种了很多红树林 为什么会种红树林呢 很多以为湿地公园就是去玩去教育 其实不是 我们盖吃辣脚鸡肠的时候呢 破坏了很多红树林 我们为了这个生态的补偿了 要重新在自然里面 种多一些红树林 所以就画了这个湿地公园60公顷 专门有一大部分呢 就种植红树林 这就叫生态赔偿 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 因为其实香港这个土地面积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个绿植的面积是相对来说是不小的 这个我觉得也应该不要自我非波 我们香港的这方面保护 还是有些地方做的不错的 虽然我们只有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但是我们大概有相当大的40%左右呢 是绿色的保护的土地 所以有很多人带来香港觉得你们这里高楼大厦很多 但是走远一点也是青山绿水 我们这个绿地还是相当多的 所以这个是要继续保护 是的 是的 十年来福建坚持改革开放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我们都为福建的飞速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 相信广大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的侨胞们 也将继续发扬光荣传统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继续参与和支持新福建建设 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